這是由Pierre帶來的提案 然後請洪信準備 好 大家好 然後我們今天是要報告 等一下我看一下 滑鼠 可以這樣 欸 這個點滑鼠 沒關係 我就用這個方式報告 然後 欸 奇怪 你滑鼠 移歸左邊 喔 好好 好 不好意思 那我就先直接講 就是我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是數位公共參與的比較跟分析 那比較跟分析的部分的話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其實是一個 主要是想到的是 VTIO目前面臨的機會跟挑戰 就是目前挑戰的話是在於說 我們目前的社群成員 其實並沒有掌握技術工具 跟審議的經驗 然後我們目前社群的能量 其實沒有辦法負擔 過於龐大的議題研究跟銜接 然後同時我們政府機關的合作 是短期內是沒有辦法推動的 那我們目前的機會是 就是社群成員 其實有很多是兼有技術 跟公共參與的結合的背景 然後過往的國際連結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去探索 不同的數位公共參與工具 然後也有相對應的成員 是在歐洲 在英國 在美國的 那我們也發現說 目前台灣好像沒有 針對數位公共參與的比較跟整理 那其實我們想要達到的成果 是像這個 這個是 People Power他們做的 就是一個針對 Digital Participation Tool 數位公共參與工具的一個 評比跟一個 rating的部分 然後他們從2022年開始做 然後他們不至今已經做了第三屆 那我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看 我們想要先透過調查 分析跟訪談 然後從此去收集 目前國外 國內外有的 相關的工具跟平台 然後去累積社群中 對於數位公共參與工具的了解 並且同時可以幫助 未來的VT1社群來找到 可能目前既有工具的一個痛點 然後來檢視開發工具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想要協助的是 譬如說有些社群專家或民間團體 他們想要使用這樣子的一個 數位公共參與工具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就是 想了解說 哪一些工作的工具的特點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讓他們 幫助他們了解適合的工具 那最後我們也希望可以提出一個 相關的基準 那我們今天想要做的就是 設立檢視的標準 然後還收集使用工具案例跟成果 那我們目前如果你符合以下條件 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說Polis 還有什麼其他的工具可以使用 那你想要知道說有沒有什麼樣的工具 是可以幫助公共參與的 然後你有審議室民主 或公共討論的相關經驗 但是你喜歡了解新的數位工具的話 你都歡迎到簡報上的這個 公筆連結來寫作 那如果你7月26號禮拜五有空的話 也歡迎來到一起來到 NPO Hub的四樓來聽你寫作 那我們的時間是NPO Hub的 7月26號的2點到4點 感謝大家 我們簡報到這邊結束 謝謝 謝謝 這個體驗是由弘信在來的 谢谢大家